哈喽,小伙伴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闲淡波社 无意小长假就要到了,大家准备去哪里玩呢? 是首都北京还是江南杭州或者沿海三亚? 这些大家耳熟能强的城市每年在假期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游晚 虽然火爆,但大家一定也因为人太多而烦恼 人只言不说那些相机一排全是人头,经典都看不到了 自然十分扫兴 那么哪几个地方旅游人最多呢? 25号国家旅游局的预测就发布了 预测中游人最多的地方,大家可以先避开高峰,下次再去 首先毋庸置疑的北京依然是游人的盲守 毕竟是我们大天朝的首都 像故宫长城这些国内最出名的景点都在这里 这让北京的受关注度达到了17.6% 虽然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多 但在全国游客庞大的基数下 这10%可不是小数目 排在第二的占12.5%的是青荒岛 南方的小伙伴们也许有些陌生 但说起山海关谁都知道 这里还有全球最大的能源输出港 当然作为一个海边城市 沙滩海鲜也是一目俱全 历史古街和自然风景的结合 让这个城市备受关注 第三个城市是占了12%的大连 又是一个北方城市 但也合情合理 大连作为一座沿海城市 这里有发达的商业区 风景壮丽的大海 近代遗留下来的西式建筑 该有的都有了 自然也就备受欢迎 而剩下的上海杭州三亚的南方城市的占比 也在10%左右 算是为南方城市 扳回一局了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的时候 可以大概的留意一下 避开高峰期 小编先在这里 祝大家玩得开心哦 好吧 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药 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消心调 还不点关注 你是在等什么呢 我会变得